我小我12岁我妈妈就不在了 就是哥哥 嫂子 就是姐姐也是特别地疼我 后来就是19岁当兵到了部队 然后我的战友 那种战友的友情吧 你还当过兵 我生病的时候他们会陪着我 然后把好吃的都给我留着 就是这种不断地 就是在我心里面灌输的这种温暖 所以就是想着更好的去传递这份温暖 然后你就把他带回家了是吧 嗯 带回家了 就是他身体这样很危险你知道吗 所有的人 万一在你手上饿花了怎么办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想的 包括我的丈夫 看到张维吧 他是那样的喜乐 他从来不会哭 就是包括 你感觉他跟你有点像 我所指的不是长得像 他身上有跟你一样的那劲你知道吗 其实我和我妈就是有时候 特别是性格 我娘俩就是 你们俩性格很像 很像 你知道你妈妈刚才有一句话 把我怼得无言以对 就当时我说 万一你不怕在你手上 他有这样的危险和恶化 他马上就来一句 不是 如果不是大家都这么想的话 他能流浪到今天 我感觉那话就在说我 你知道吗 就是你这种人太多了 要不然他能流浪到今天吗 他不是为了怼我而怼我 但我感受到 就这种话一说过 我们自己很自残行贿 你知道吗 我看到孩子有一个画面 当时就给我展现一个画面 一个受伤的小鸟 飞到了我家的门口 然后他浑身的窗 然后 Product 顺废 顺废 合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